为了把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生产与疫情防控抓时抓细, 让市民游客在上海过一个健康祥和的文化年,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同各区文旅局相关部门建立了事前、 事中和事后全链条闭环监管与服务工作新机制。 春节前夕,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领导率相关处事负责人 赴上海图书馆开展安全检查。 检查组实地查看了社会科学文献借阅区、古籍阅览区、 外文文献借阅区,对读者出入处、咨询台等处的安全工作做了全面检查, 并听取安全隐患排查及应急处置预案情况。 在上海图书馆大门口,市民自觉间隔1.5米排队, 馆内防疫三件套、五孩药等宣传海报随处可见, 主入口大屏幕循环播放防疫知识宣传片, 服务台上也配备了免洗消毒液、消毒纸巾。 前来还书的市民自觉对禁阅的书刊进行自助消毒。 自疫情防控以来,上海图书馆就已经注重对读者归还的图书进行批量消毒后上架。 配备了四台读者消毒柜和一个消毒房, 每天对服务区域的流通图书、报刊等文献进行消毒, 并开通了电话预约禁管和登记检查工作, 确保读者安全有序地接受服务。 春节假期,上海市区两级文化和旅游部门会同公安、 卫健委、市场监管等单位每天开展安全检查和疫情防控检查。 整个假期,上海文化和旅游行业系统未发生重大安全突发事件, 相关场所未发现重大防控漏洞。